哈利马总统到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他在同新马商界代表会面时 鼓励两国企业继续探讨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尤其是在两国优势互补的领域 应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的邀请 哈利马总统今天起访问马来西亚 他在抵达首都吉隆坡后 同超过20名新马商界代表会面 总统表示 尽管疫情带来挑战 新马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 让双方受益 两国经济也保持强劲 他也谈到两国如何在新兴领域 例如网络安全 数码和绿色经济等方面加强合作 哈利马总统还说更加紧密的联系将能让新马两国更好地面对动荡的经济环境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